剛剛過去的4月26號 正正是林億年的58歲生日 他未有大肆慶祝 反而參加了香港管弦樂團50週年音樂會 講我50友言惡罪的演出 還在社交平台殺出一段影片 還寫上換個髮型慶生 不少網民都留言表示新形象特別年輕 又指林億年耐看 氣質不老 神隱超過4年的億年一直行蹤成迷 好友兼音樂人的杜志慈曾經公開透露 他和女女身處英國 生活得非常舒服和安樂 而他乾爺胡峰對於乾女秘傳 已經決定退出樂壇一試 表示一點都不知情 還表示希望億年不要退出 他再不開演唱會實在太浪費了 直至到月前億年突然之間宣布復出 並在28號參加港樂音樂會的演出 同場還有多年未有合作的老拍檔倫永亮 和新一輩歌手馮允謙和雲濠映等等 音樂會上面億年 身串細藏樓陪透bra上衣 樂力唱足過幾宗演繹了不少經典名曲 音樂會接近尾聲的時候 億年唱到以故著名田哲人的作品的時候 因不住先後三度落淚 不少觀眾都大叫加油作出鼓勵 最後眾星一起合唱千個太陽偉音樂會畫上句號 完數之後Anthony就透露億年的動向 因為現在應該在做新的唱片 現在應該去人樂室 因為有人在等他錄一些東西 被問到億年重返紅館的時候有沒有覺得緊張 他就代答 有一點點 對有一點點 他跟我說了一句話就是 劉永亮 總之我死都貼在你的琴上 如果我看到你的時候 我自己就定了